一名白衣男子從飯店大門走出來 下樓梯後加速離開 沒多久兩名飯店員工追上來 因為他們發現這名白衣男子是竊賊 一人忙著打電話報警 一人追了上去 而料心竊賊從飯店裡 偷走兩個枕頭套望遠鏡藝術品 還有珍珠掛飾 價值大約四萬元 得首後逃離現場 事發在四號凌晨臺北松山區 竊賊離開飯店不到一小時 又打計程車回來 打算開走自己的車 沒想到被員警逮個正招 男子下手目標還不只飯店物品 不久前先從民宅門口及路邊 偷走六個盆栽 價值好幾千元 料心竊賊被逮捕後自稱 因為投資面包業失敗 想透過擺設改運賺錢 才會下手刑竊 只是迷信風水 卻靠偷東西改運就是違法 最後男子被一切到罪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